交通警警署吞槍死一小時,沒人知道 自殺的 47 歲陳建華, 凶暴有槍傷 宋縣當時證實死亡 太太和兩個兒子趕去見他最後一面 死者是老差骨, 番名鵝仔 是西區警署交通隊高級警員 昨天, 回早間的他遇上執行職務 喵慢, 他回到警署 上一樓更衣室 到晚上7點左右, 特別職務隊警員進去 由於地上血跡已經乾了 估計他吞槍超過一小時 但最離奇的是, 整間警署都沒人聽到槍聲 警員在他的遺物和儲物櫃內都找不到遺書 但有同袍說他近年經過澳門 懷疑他自殺和錢有關 亦有同袍說他在退休之後 再用合約留任的花閹警員 最近換了新上司, 可能救成壓力 餓仔加入警隊三十年 曾經駐守法庭和灣仔警署交通隊 一年前才轉到西區警署 他平時沉默寡言, 為人樂觀 港島總警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 很快 電子王 煙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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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門者